新鲜领域每天小故事 大家好是陶陶山 今天呢咱们聊一聊 秦怀八艳出自昌门世家的寇白门 和他嫁给的大明朝世袭的古灵侯 在大明王国之后 又被南明洪光帝进封为保国公的诸国碧 这小两口的故事 像他们之前呢 我们先小小的穿越一下 马上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 而这一段时日呢 正是明末南京江南贡院考举人的日子 我们幻想一下摇身一变 风流公子庚坐着船 沿着南京外秦怀河 到了内秦怀河的入口 就是鼎鼎大明的陶叶渡 有钱的公子哥呢 立即下踏陶叶渡五星级大酒店 从后窗往下看呢 就是明天的考场江南贡院 为什么叫陶叶渡呢 不是说周围种满了桃树 开满了桃花 而是东智大书法家王羽之 他的儿子王羡之 有一个爱妾叫做陶叶 陶叶呢 经常要往返秦怀河两岸 那么王羡之很不放心啊 每天亲自去接送 非常的残绵 对吧 传为爱情家话 所以这个渡口呢 就叫陶叶渡 想想看 我们一帮风流公子哥 到了陶叶渡 才子佳人 那种非常香艳的气息 立即扑鼻而来 对吧 到了傍晚时分呢 这种香艳的气息 就更浓了啊 公子哥们呢 都在陶叶渡 针着打船 再往前 就是泪情怀和实力情怀 大红灯笼高高挂 都是天下读书人 招思梦想 梦寐以求的好去处 对吧 魂牵梦扰 那么咱们就来 小小的导游一下 打了船 往前走一点呢 看北边啊 右手边 就是明天的考场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黄金屋在哪呢 往南看啊 乌衣巷 黄蟹的豪宅 对吧 热血沸腾 再往前走一点呢 北边 右手边 夫子庙 拜拜孔夫子 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突然间呢 就被南边 对吧 银银般的笑声 给吸引了 看过去啊 著名的超库街 上面呢 一座一座的青楼 青楼上 都是一些 穿着性感暴露 非常香艳的 青楼美女 在那里摇着香扇 是吧 亲取诸臣 这里向你抛媚眼啊 是不是词昏夺破啊 小心跟喷喷的乱跳 读书人的梦想嘛 就在这里 书中自有颜如玉 同样在这个超库街上面 啊 为什么叫超库街呢 他还有一座 大名宝钞的国客 开国皇帝 朱元璋修建的啊 就是印刷钞票 解决 财政困难 但是光印刷钞票不行啊 所以又搞了这个官方的计院 对吧 然后呢 你来消费吃喝 对吧 还有包括 那个对吧 都会给国家创造税 然后呢 再往这个啊 就是官办计院 旧院 大名宝钞国库 对岸那个地方看啊 这就是 全天下人 都是如雷贯耳的 南京城的啊 中山王王府啊 整个南京城 No.1的权贵之家 谁呢 朱元璋的那个发现 小放牛娃 徐达对吧 跟他一起放过牛 同穿一条裤子的 做了大名开国 第一功臣 这个王府呢 就是朱元璋给他修的 而且还在门口 立了一座大工坊 说你对大名 有大功 对吧 后事都可以见证啊 所以想想看 这个秦怀和啊 内秦怀和两岸 这种薰臣 还有这种青楼明记啊 就是一对儿 对吧 但是对于那些读书人来说 我们看啊 这个功顶姿啊 对吧 钱千亿啊 吴伟业 他们呢 这些文人 就是靠读书 考取功名出来 飞煌腾达 对吧 像中山王 魏国公呢 这样子就是 作为人臣的顶级了啊 有点 遥不可及的感觉 秦怀和旧院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啊 他们呢 主要面向的是 这一些风流才子 文人士大夫 所以 这些青楼明记 像编玉金 顾恒波 李湘君呢 他们都号称美人学士 除了长得美 你还很有才学 对吧 然后那一些富商和权贵怎么办呢 啊 另外有一个地方 在南京皇宫的旁边 内桥那个地方啊 叫朱氏 这里的美女呢 可能就是 长得很美艳 很风流 但是财人稍微欠缺一点啊 所以那些权贵啊 那些富商都可以来消费 话虽如此 但他们中的上品 有一个王家姐妹 王月 王杰王满 还有呢 就是寇家姐妹 寇白门 他的妹妹 寇爱如 这些是上品 跟秦淮 对吧 旧院的那一些啊 是可以媲美的 无论是从美色上 还是柴学上 所以寇白门 也是秦淮八艳之一 对吧 在这个朱氏的旁边呢 最显贵的豪门之家 正是诸国壁 对吧 世袭的武林侯 又尽封为宝国宫 非常近 对吧 非常近 所以也是经常 让这些寇家姐妹啊 王家姐妹啊 到府上来 对吧 阴歌燕我 左楼右抱 后来就 看上了这个寇白门啊 王家寇家啊 和旧院这一帮 就不一样一点 他们靠近皇宫吧 是世代的 苍继之家啊 苍继世家 你会很好奇 像诸国壁这样的侯爷是世袭 为什么青楼禁宇 也有世袭呢 这就要算到 名称主朱棣的头上 对吧 朱棣本来是燕王嘛 啊 就是正守北京的 把南京首都自己直指 建文帝朱颖文的皇位给抢了嘛 然后后来迁都北京 对吧 所以当时 凡是帮他夺皇位的这些人 都封了功臣 而把那些呢 始终建文帝朱颖文 跟自己对着干的人 对吧 全部给打倒 还要踏上一只脚 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尤其是呢 把你的女眷都打入教访师 入月籍 世代为仓啊 非常狠吧 非常狠 母女都是妓女 生的女儿 孙女一直下去都是妓女 对吧 脱不了这个行业 就这样子 而寇家呢 王家可能都是 出自这样子的家庭啊 所以祖上也是名门 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风流教主 东宁党的领袖 娶了柳如氏的那一位 钱千亿 曾经写了一首诗 夸他们寇家姐妹 说寇家姊妹 总芬芳 十八年来 花姓为 意思是呢 十八年了啊 好事 还是没有变老 动宁少女 同时代的风流才子 于怀 写了板桥杂记 描绘 叩白门 说他 涓涓尽美 叠荡风流 想象一下 那样一种 让男人 持魂夺破 之态 对吧 说到这里呢 你可能会有一点疑惑 会不会这个 诸国壁呢 祖上 正是帮 燕王朱棣 夺皇位的 功臣之一 如果是的话 那么诸国壁和寇白门两家 且不是世代仇恨吗 对吧 其实不是啊 诸国壁 主上 第一个 封侯 封府邻侯的呢 叫朱谦 是 明朝 第七个皇帝 景太帝封的啊 景太帝是 明英中的弟弟 是明称主 朱棣的 曾孙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封侯呢 会抗击蒙古南清吗 土木宝之变之后 成功地抵御了瓦剌的野仙 所以封了古灵侯 他的儿子 朱勇 席爵 更厉害了 做了大将军 手边有功 所以呢 进封为保国功 然后一直这么传下来 传到明末 到诸国壁呢 第八代 绵延将近两百年 你想一想 多么显贵啊 但是作为勋臣 在大明朝 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它是既给你很高的地位 荣耀 但同时呢 又防着你 不给你 以真实的 实际的政治权利 对吧 就很有钱 啊 很有钱 所以呢 他们也就啊 后人呢 渐渐就养成 只是整天想着 怎么捞更多的钱 怎么样吃喝玩乐 对吧 消惊哭这样子 就变得很腐化了 只有极少数 有进取心 想在政治上 也有一番作为 诸国壁 就是这样子的人 在这个 大明王国之前呢 它有两次 可以称道之举啊 第一次是在天启朝的时候 弹劾魏忠贤 那么杨连这些 东宁党人 弹劾魏忠贤 都被魏忠贤给整死了 他是侯爷嘛 所以只是给停泵啊 但是也是让人称赞了 接下来呢 到了崇禅朝的时期 东宁党的领袖 钱千亿 被内阁守抚 温体人 给整下狱 想整死啊 这个时候 诸国壁呢 又弹劾了温体人 对吧 所以就让他呢 也有贤民 感觉跟东宁党 走得近 对吧 倾向于东宁党 也跟钱千亿呢 就这么有交情 因为温体人这件事 钱千亿被崇禅 给罢了官 回南京 对吧 而这个诸国壁呢 也因此被夺了瘸 名义上也变成 普通老百姓啊 两个普通老百姓 都回到南京啊 但实际上 都是非常有钱嘛 那种身份地位 还在 然后两个人呢 都在秦淮河 过了几年泡溜的日子 我们知道 钱千亿 他是看中了柳如寺 取了柳如寺 而且在1611年的时候 采用皮笛之力 大白天 银穴 用的是正气的礼 对吧 好到老百姓呢 就用石头砸 连他的门身都看不下去 因为在大明朝的时候 你把一个妓女娶回家 必须是在夜里 意思是见不得人啊 白天有上风化 所以当这个诸国壁 看上扣白门 把他啊 在1612年取进门的时候呢 他也搞了一个啊 很盛大的场面 前千亿嘛 当初是 搞成了一个头条嘛 所以 诸国壁 他也搞了一个头条 虽然是在晚上迎娶 他就用了五十个假释 不是五千个啊 我看见 网上有不少人 都写的是五千个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啊 是不可能的 五十个假释 但是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啊 很隆重了 都举着红沙灯笼 一路上照的灯火通明 如同白昼 对吧 你想想看 坐在花轿上的扣白门 会多感动啊 在他那些姐妹里面 那是多么的风光嘛 多么的羡慕 你嫁给了侯爷啊 而且是整个南京城里面 No.2的 仅次于中山王府啊 而且人家好像对你 还非常好 对吧 实在是让人羡慕基督恨啊 所以刚进入诸国壁的 这个侯府的时候啊 侯门的时候 还是很恩爱的啊 很专重的 可是时间久了吧 这毕竟地位玄说 又不是那种真正的 风流财子戏 然后开始啊 诸国壁又把诸室里面 王家姐妹 那个老三 王满给娶进来 这就让 扣白门有点不高兴啊 都吃醋了 对吧 后来这个王满呢 在那里不得意啊 又重新回到了秦淮 就这样 反正呢 这个扣白门对诸国壁应该还是真心的欣赏啊 是有过真爱的 是爱过的 扣白门也是跟东宁党人走得近 然后肯定嫁给诸国壁呢 也是有感于他 是吧 弹和魏忠贤 弹和魏体人 对吧 跟钱千亿这些交好 这样子的一些历史过往啊 所以对他呢 有好感 那么接下去以后 就开始发生转变了啊 接下去以后呢 1643年 我们知道李自成势如破竹 崇祯这个时候就开始 在部署南京做备胎了啊 那么想到的人呢 除了自己的忠心耿耿的私礼监 丙比太监韩战舟 还有别人推荐的使可法 把他从朝府总多提拔为 南京兵部尚书 还有呢 这个新臣伯赵志龙 让他去做南京守备 对吧 三套马车 负责整个南京的军事防卫 还有就是把这个诸国壁 熏陈 恢复爵位 而且在1644年 一月份的时候 接替使可法 做朝府总多 驻守淮安 叩白门也跟他一起 到了淮安 对吧 二月份上任 三月份假生死变 崇祯帝呢 就算没上吊自尽了啊 那么到这个时候 大明就算亡国了 在亡国之后 就要看你保国公 对吧 他祖上是保国公嘛 保国公的本色了嘛 保家卫国 但是接下来呢 诸国壁的啊 他的表现 就开始让人大跌眼镜了 的确被南明的宏光帝 进绷为保国公啊 但是呢 他并没有保国 对吧 投降了 而 叩白门 为我们后世所称道 列为秦淮八艳之一呢 就是因为他 为投降清军的 这个诸国壁呢 赎身啊 南下秦淮 来还债的吧 而且呢 一身漂泊 终不悔 这样子的一举 所以被前千亿 他们称为女侠 对吧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视频 我们就讲 大明王国 国破家王 改朝换代之后 叩白门 和诸国壁 这小两口 他们各自的表现 这样子的故事 好吧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